大家好,我是刀马行为 今天我们来讲电剧人的153话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点到5000个赞支持UP主一下吧 上回说到电池暴走过后大开杀戒 分分钟就干趴了三位武器人 现场的画面可以说是非常惨烈 简单收拾一下就可以做成牛杂火锅了 经过了之前电剧人战争事件的发酵 电池的战斗能力和生存耐心好像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想当年电池随便被砍几刀就直接歇菜了 现在却能够顶着各种重伤 甚至在肢体分离的情况下战斗 足以见得人类对电剧人的恐惧已经大幅度提升了 虽然电池这边他杀武器人杀得是很爽了 但是他似乎还保留着理智 没有忘记自己是属于人类阵营的 他甚至还很得意的向路边的市民们开始邀功 大家都看到了吧 我刚才可是干掉了好几只恶魔哟 我牛不牛啊 可是围观的群众们显然已经被这种混乱的战况给吓坏了 他们一时间根本无法确认电池究竟是敌是友 这时呢可能是肾上腺素的效果结束了 电池开始感觉到肾上的伤口愈发疼痛 疼得他已经无法站立 只能一头栽倒在地上不断的哀嚎着 而耐尤多这个时候在旁边疯狂发呆 他被上一话电池提出的分手宣言给整不会了 耐尤多无法想象要是和电池分开了自己以后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可是好死不死的这时候不知从哪里啊 冒出来了一大群手持简易兵器的人 哇真是讽刺 在颁布了上百年劲刀令的日本 居然有这么多人手持着长矛 像是不猎一样把电池团团给围住 那你们是退化成原始人了吗 电池自己也是傻眼了 诶我不是杀死了恶魔维护了世界和平吗 那怎么我还成了被狩猎的对象了 我回头一看 耶嘿嘿老哥怎么又是你啊 之前那个到处搞演讲的极端分子 不知道是从哪里啊得到的消息 他带着手下在街上四处游荡 手不变异了的普通人 电池来还天真的以为 哦你们是来抓那些僵尸电巨人的吗 那请问我可不可以和其他路人一起去避难呢 哇这一问直接给狩猎的人们都搞懵逼了 啊这个电巨人怎么还会说话的呀 可是还没等他们仔细观察 结果有人率先动手丢出了鱼网 离谱的是全身布满了锋利锯齿的电池 居然就这样被束缚的动弹不得了 你他妈的这破语网该不是海楼石座的吧 电池不接的质问拿枪的民众 我可是好人啊 你们想对我干什么呀 三船妹妹也是出来解释 电池对人类是没有威胁的 呃你到底有没有作用的 那打架你也不行 那公安的身份也跟摆设一样 那章鱼哥让你保护电池 你到底保护了个寂寞呀 狩猎团的人听完也是迟疑了一下 开始征寻另一位路人的意见 这位阿玛是之前打架的时候 一直在护着赖油多的 可是他并不了解电池的声势 只能做出一个相对保守的结论 呃他们刚才有好几个恶魔在互相厮杀呀 我没办法分清到底谁是好人 而电池还在极力为自己做辩护 喂喂喂喂喂 你们搞清楚啊 我可是人类大爷们的好伙伴哦 可是没想到的是电池如此奴性的发言 换来的居然是人类无情的攻击 一个民众拿几枪狂插电池 还不断的说道 都是你的头类害的 把我的家人都给吃掉了 哦又是阿树最喜欢的社会矛盾环节了 更为不妙的是啊 有人拿来的汽油准备把电池给烧了 一时间现场乱做一团 有人在疯狂攻击电池 有人呢在寻找打火机 奶油多急的和众人解释道 电池可是真正的电剧人啊 你们不要乱来 可是在场的人早都已经杀红了眼 复仇心切的 他们甚至开始没有依据的幻想 只要杀掉了这个电剧人的本尊啊 那些变成了僵尸的家人们就都能够复原了 这种想当然的说法是在失去理智的时候 很容易使人变得固执了 和路人发生争执的奶油多 毕竟是个体弱的小孩 最终他被一巴掌推倒在了地上 电池看到自己的妹妹被欺负了 终于是忍不住啊 撕破了渔网 朝着那个动手的路人挥了一刀 这一刀虽然只有浅浅的擦伤啊 但是在众人的心目中 这显然是已经成为了电池释放敌意的信号 如今他已经彻底被扣伤了人类敌人的帽子啊 眼看自己要被打火机引燃了 电池情急之下一刀斩断了路人的手臂 可是下一秒大家就群起而攻之 电池又被死死的按在了地上摩擦 我真的是服了 电池你不是有个拉链可以仰卧起坐的吗 反正就是为了让剧情愈演愈烈 所以强行不用的是吧 然后现场的人又开始到处找打火机 该不会这个世界里的打火机都被刀割咬了 属于是稀有物品吧 结果这群猪逼回头一看 哦我们一开始不就是在火灾现场吗 我们直接从火堆里面弄一点火过来不就行了 这时那个好心的阿嬷抱起来有多准备离开 现场这么的混乱对于小孩子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但是奈有多却在坚持说道 不要啊电巨人可是我的家人啊 我不要离开他 然后阿嬷指着被捅成塞子的电巨人说道 你给我看清楚了都变成这个鬼样子了 那哪里还算是家人啊 一时间奈有多似乎看到了非常恐怖的景象 如今他眼前的电池变得就像耶稣一样 表情痛苦的张开了双臂 为了维持人类世界和恶魔之间的平衡 在承受着巨大的苦难 那有多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出手的话 将会永远失去那个自己最亲近的人 会突然间一只强而有力的手臂 从身背后抓住了路人手中的长矛 那个人回头一看 一个表情猙瘾的阿嬷居然使出了怪力将长矛扔了出去 啊 见鬼了 阿嬷居然在使用空手手刀殴打路人啊 则是只有在传说中的那位大剑豪公奔武藏 才能够悟到的无刀境界啊 此时愤怒的奈有多正在驱使着表情有些睿智的阿嬷 他必须要平静全力保护自己真爱的东西 电剧人就由我来守护吧 本话结束